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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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这门标课程的第17课了 也是我们对于法语的拼读规律 学习的最后一课 那经过上一节课当中 关于字母恶对大家的一个轰大 不知道大家在课后 有没有再去仔细的整理一下呢 如果整理了 大家一定会发现 其实呢字母恶的规律只是多而已 并不难对吗 我们在具体的单词当中呢 还是可以把它给分辨出来的 那今天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将会继续来看几个常见的字母组合 它呢有两种发音的方式 是哪两种呢 首先第一种 如果这个D前面没有C的音 注意如果它前面没有C的音呢 这个D1它的发音是C或者C合在一起 那什么时候发C 什么时候发C呢 这一点呢 老师先卖一个关子 让大家自己的脑筋想一想 那我们先来看几个有字母D1组合的单词 这些单词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那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是和英语里一样的 或者是拼写差的不多的 相信呢 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词是Diplomacy Diplomacy 这里的D1组合呢 可以说已经是位于词尾了 因为最后的这个E它是不发音的 Diplomacy 大家可以猜一下Diplomacy是什么意思呀 它就是外交 外交学的意思 是不是和英语很像呢 Diplomacy Diplomacy 最后的这个D呢 发的就是C的音 那么下面一个词呢是 Bassion Bassion 这个词呢有两个意思 它即可一致 有耐心的做一个形容词 Bassion 也可以作名词指病人 那我们知道对待病人呢 就是需要非常有耐心的了 所以这个词有这样的两个意思 Bassion Bassion 也是和英语里一模一样的一个拼写 Bassion 好看完这两个以后呢 接下来的几个 大家应该更加没有问题了 那么一个是 Attention Attention 那老师都不用解释了 就是Attention的意思了 Attention Attention 还有一个 可以说这个词呢 也是非常的有法国特色了 就是Revolution Revolution 革命 那从这几个单词里面呢 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了 如果这个D1的组合呢 后面还有一个原因的话 这个时候它发的就是死业 也就是说这时候字母1 在这里要起个过度的作用 所以它发的就是半原音业了 再跟老师读一下这几个单词 Diplomacy Passion 这些呢就是老师在第一节课里面 曾经给大家说过的 英语当中呢 有一些高级的词汇 是从法语里过去的 那其实大家如果看到这个D1O N结尾的单词 大部分都是从法语里过去的 那D1O N这样的一个组合呢 它在很多情况下发的就是 Cion 这个音 Cion Attention Revolution 那这个呢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字母D前面没有4的音 而如果它前面有4的音呢 那怎么发呢 这个4本来就发4的音 再加一个4的音 不是跟没有发一样吗 所以这个时候啊 它就要做一些改变了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 来了解一下 如果这个字母D前面有4的音 它怎么发呢 就是这个单词 大家应该也能够猜出它的意思了 问题的意思对不对 那在法语里面怎么发音呢 我们看一下 QU的组合已经学过了 它发的就是K的音 那么这里的字母 E又是在一个背音节当中发 E后面的这个呢 发的是Stune Stune Gestion Gestion 所以看到了吗 如果这个D前面有4出现的时候呢 它们合在一起啊 发的就是St加上也 所以S-Z-E-O-N 这样一个组合 大家也可以记一下 一般来说呢 它就是发Stune 这样的音 Stune Gestion Gestion 那总之呢 D1这个组合在单词当中 不是发C 就是发D 也就是说 这里的这个字母D 它不是发S的音 就是发T的音 那至于它后面的这个原因因素E呢 有时候会根据情绪 变成一个半原因 我们这样的持续 这个字母组合的发音规律 就比较的方便了 那关于这个D1的组合呢 其实它也有一个非常常见的特例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组合 它是以这样的形式 出现在词尾的 怎么样的形式呢 我们看课件上 给大家写出来的这几个组合 这三种情况 如果它们出现在词尾呢 这时候D1的发音 会有一点特殊 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知识点呢 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发 谢 谢 但是呢 因为这里是一个特例 我们只要记住 这些形式的字母组合 出现在词末的时候呢 我们同一发 T T M T T M 并且这个地方 它这个轻辅音 因为后面是半原因 送不送气都是可以的 那法国人呢 比较习惯在这个时候送气 所以这个字母组合的发音 大家可以再跟着刘女儿 是来面几遍 T T M 我们也通过几个例词 来掌握这个特例的点 首先第一个词叫做 Amity Amity 大家可以猜一下 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这个单词的前半段 是Ami Ami 大家都知道 是朋友的意思了 那么Amity 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朋友之间的情谊 友谊 Amity Amity 第二个词呢 叫做Mity Mity Mity 指的是一个人的职业 我们如果进行进一步的学习的话呢 会学到一句话 叫做 你的职业是什么 你是做什么的 那这句话里面呢 就有这个词哦 不过我现在先卖一个关子 那句话怎么说呢 我先不教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在进一步的学习里面 自己去发现哦 我们现在先记住这个单词 Mity Mity 生涯 职业 那接下来这个呢 它是一个叙述词 那法语里的叙述词呢 有很多都是由 我们课件上写的这个字母组合 来做词位的 比如说第七就叫做 SETIEM SETIEM 第八呢 YTIEM YTIEM 这是法语当中的叙述词里面 经常会看到这个词位 SETIEM YTIEM 好的 我们就通过这几个例词呢 来记住这个第一组合 它的一个发音的特例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呢 就是第一的组合 如果它后面根本是一个会发音的字母 E的话呢 它就会发 YET的音 大家可以自己体会一下 Amity Mity SETIEM YTIEM 是不是这样的呢 不过这个时候呢 有的同学啊 就会想起来 除了DEON 这样的一个组合 经常在一些比较长的单词里出现 还有一个和它很像的 并且在英语当中呢 发音也是差不多的一个 是SEON 那这样的一个组合 在法语里面要怎么发音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后面的这几个单词 大家先听老师读一下 SUCESSION SUCESSION TELVISION TELVISION DECISION DECISION 听了这几个单词以后 大家能不能摸出一点头绪呢 对啦 SEON 它也会有两种发音的方式 或者是SEON 或者是SEON 那什么时候发SEON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取决于这里的字母S了 如果它前面是一个辅音字母呢 它发的就是SEON的音 比如我们刚才举到的那个例子 SUCESSION SUCESSION 字母S 如果它前面有一个辅音的话呢 那么它是正常的发SE的音 两个S连在一起也是发SE的音 那如果说SEON 这样的一个组合 前面是一个原音字母呢 它发的自然就是SEON的音了 因为这个时候 字母S加在两个原音字母之间了 比如说 TELVISION DECISION 将给大家一个OCASION OCASION 好 所以我们今天又学到了一点 对不对 字母组合DON 或者SEON 比较简单的几个字母组合 但是在单词当中呢 出现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一起来掌握一下 来做个小练习 巩固一下新学的内容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一起来看 我们整个拼读阶段 要学到最后一个字母组合了 这个字母组合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这样的几个单词 同学们先听老师读 可以边听边模仿 B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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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出来了吗 我们要学的是怎么样的一个音呢 实际上呢 还是一话原音 但是呢 这个嗯在这里 是会和别的原因 或者半原音 连在一起发音的 尤其是和半原音 也连在一起 发一个什么样的音 B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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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时候他会发这样的音呢 我们来看这条规律 字母 E E 或者带B音符的 E 加上 EN的组合 在单词词末出现时 也就是说 这个EN的组合 当它出现在单词词末 并且它前面是E E 或者带B音符的 A的时候呢 它是时候不发ON的音 而是发ON的音了 而前面的这一个原音字母呢 它按照正常的发音规律走就行了 E 发半原音 E 而这个带B音符的E呢 发A的音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这几个单词 Bien Bien Rien Rien Combien Combien Parisiens Parisiens Européens Européens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它们是什么意思啊 Bien 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就是很好的 Très bien 非常好 我们可以学一下这句话 Très bien 那么Rien呢 其实在法语里指的是 Nothing Rien 大家还记得之前教过大家 怎么样用法语说谢谢呢 Merci Merci 那如果对方对你说Merci 你可以怎么回答他呢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De Rien 没什么大不了的 De rien Merci De rien 很简单那个对话了 我们可以记住 那下面这个Européens 你们觉得很眼熟啊 其实呢 它就是欧洲Europe 这个词的形容词形式 欧洲的或者欧洲人 Européens 而巴西ens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也是一个地方的形容词形式 指的是那个地方的人 或者那个地方的东西 对啊 就是巴黎的巴西ens 巴西ens 好 这个组合 应该来说呢 它的拼读规则是很好掌握的 但是它的发音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要多练习这几个单词啊 老师再给大家几个 比如说 呛呛呛这个词呢 你可以用来引起对方的注意 呛呛 我在这里呢 或者说 用评看一个东西 都是可以用这个词来表示的呛 还有呢 法语里面的小狗狗怎么说啊 是样 是样 就是狗的意思了 那我们把这几个词连起来 自己再读一读吧 好 我们今天学到这里为止呢 可以说我们整个音标学习阶段当中的 法语拼读规律这一部分啊 已经完全都交给大家了 也就是说法语当中的字母 以及一些最常见的字母组合 他们在单词当中的发音是怎么样的 这些呢 我们都已经学会了 这时候呢 老师就要问大家一句了 你们都记住了吗 这些规律 或者说这些规则 这些字母组合的发音都记住了吗 如果大家告诉老师说 嗯 我记得非常的牢 现在随便给我一个字母啊 他的整个发音的规律 我都可以从上到下一条一条的列出来 那这样呢 当然是非常好的 不过我觉得大部分同学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境界 那怎么办呢 其实也没有关系 我们再想一想关于张无忌的那个故事 我们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 并不是说把这些规律全部都记下来 深深的记在脑子里 而是在我们看到一个单词的时候 能够马上把它无误的给拼出来 那不知道这一点 有没有同学到目前这个阶段已经可以做到了的呢 如果有的话呢 老师也是非常高兴 同学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学习 达到我们之中的一个目的了 当然了 有一些同学觉得我还没有练到这个地步 也没有关系 我们接下来的三课呢 就是要给大家做一些复习 还有练习的工作 当然了 大家在学习完了我们的课程之后呢 在后面的学习当中 听起来笔句直重复的要高极多了 对不对 那实际上呢 我们上一节课学到的生日快乐和圣诞快乐 都是用的这个词 但是呢 在法语当中 其实很多的节日祝福啊 用的都是这个词 所以呢 生日快乐 我们也可以说 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了呢 为什么不是 而是 这一点呢 就是今天聊天老师 要再给大家讲到的 关于联颂中的变音 联颂中的变音呢 我们在前面的一节课里面 已经介绍到了很多了 比如字母S 在联颂的时候发Z的音 还有字母D 在联颂的时候呢 发轻辅音 第三点呢 是说在联颂的时候 通常会在笔话原音后面 加一个N的音 对吧 Monami 而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个点呢 和前面的一些 又有一些不一样了 因为今天这一点呢 它是专门针对几个特别的词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Bon 还有几个呢 他们分别是以EEN AEN 还有YEN 以这样的几个组合结尾的形容词 他们在联颂的时候 会失去 会失去原来的笔话原因 就拿我们刚才讲的 Bon anniversaire这个词来举例 Bon 在这个时候呢 就失去了原来的笔话原因 直接变成了 Bon anniversaire Bon anniversaire 再举个例子 法语里的学生这个词 我们可以说 ELEV ELEV 它也是一个原因开头的词了 那如果我们要说 一个好学生 un Bon ELEV 一个好学生 连在一起呢 就是 Bon ELEV Bon 在联颂的时候 也是失去了 它原来的笔话原因了 那其他的几种 像EEN IEN Y EN 结尾的呢 我们也可以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中世纪这个词 在法语里叫做 Le Moyennage Le Moyennage 原本中间的这个词 表示中 Moyenn Moyenn 但是在联颂的时候呢 变成了Moyennage Moyennage Le Moyennage 中世纪 还有一个很常用的词组 叫做在大冬天的时候 En plein univers En plein univers 中间的词呢 原本是 Plan Plan 是一笔话原因结尾的 但是在联颂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 En plein univers 因此呢 讲到这里关于联颂 以及联颂当中的变音 我们可以总结一页 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总共是四条 对吗 其实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 再加上一条 因为这个呢 实际上它应该属于联音的情况 那就是字母F 它在联音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个变音 变成V的音 比如说 我们说现在九点了 九点用法语表示 叫做 Neve Neve E 表示终点 Neve是九 那么Neve和E 连在一起 就是Neve Neve 还有呢 九年 Neve Neve 也是字母F 它在联音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个变音 发V的音 Neve Neve 这就是我们要讲到的 在联颂和联音当中 会发生的一个变音的情况 大家呢 也是熟能生巧 才更多的去读一些东西 更多的去练习之后 自然而然的 就不会忘记掉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刚才指导的那两个词 一个是 En plein univers 还有一个是 Neve 有没有发现 其实联颂呢 也会发生在前一个词 不发音的辅音字母 和后一个词开头的字母 R之间 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 联颂它的概念 是怎么说的呢 在某些情况下 如果两个词在句子当中 它们在一起 那前一个词 以不发音的辅音字母结尾 而后一个词 以原音字母开头 这个时候呢 就会发生一个联颂的现象 其实啊 之前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老师给大家忽略掉了一个概念 实际上联颂这个现象 它完整的表述应该是 如果前一个词 以不发音的辅音字母结尾 后一个词 以原音字母 或雅音二十开头时 会发生联颂的现象 大家发现了吗 老师在第一次讲的时候 藏起来了一个概念 叫做雅音二十 那什么是雅音二十呢 这一点我们要在今天 把它给解开 我们以前呢 在说到字母二十的时候 总是非常轻描断写的说 它在单词当中 反正永远不发音 忽略它就行了 但实际上 这个字母二十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当它位于词首的时候 它是会有两种二十的 一种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雅音二十 还有一种叫做虚音二十 那雅音二十和虚音二十 有什么分别呢 它们是在发音上 有什么不同吗 在这一点上呢 两者是一样的 不管是雅音二十还是虚音二十 它们在单词当中 都是不发音的 但是呢 雅音二十 它和前面的词之间 是可以有声音或者联颂的 而虚音二十 它和前面的词之间 是不可以有声音或联颂的 所以呢 实际上这个雅音二十和虚音二十 它们的区别呢 就在于能不能和前面的词 声音或者联颂了 那这个虚音二十呢 就属于比较有傲骨的 那是不和前面声音或者联颂的 那我们再回过来看 刚才老师举的两个例子 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 这两个词当中 对比二十 是雅音二十还是虚音二十呢 很简单了 对吗 因为在这两个词当中呢 都是发声了联颂的 所以这里都是雅音二十 那哪个词当中是虚音二十呢 我们前面其实学过 就是 我们举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 来区别雅音二十和虚音二十 比如说 我们如果想说一个冬天 冬天都是一个阳性的名词 所以它都不定管词 用an就可以了 一个冬天 aniver aniver 是首联颂的对吧 但如果我们要说一个英雄呢 就是an hero an hero 这个时候它是不能联颂的 因为eho当中的二十 它是虚音二十 那么同样的 如果我们用定管词 le 定管词le 和iver呢 也是会省音的 liver liver 那个冬天 而如果是 那个英雄呢 le hero le hero 它是不省音的 从这几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很形象的看出来 这个雅音二十和虚音二十的区别 到底在哪里 那这个时候呢 有些同学就要问了 那到底在哪一些词里 这个二十 这个开头的二十是雅音二十 在哪些词里 它是虚音二十呢 这个你要问了二十 也把我难住了 因为法语当中的单词太多了 我不可能把所有的虚音二十的词 一个一个给你给出来 但是呢 总体来说 雅音二十开头的词 比虚音二十开头的词要多 那我们在之后的法语学习当中啊 比如说我们去查字典 在字典里面找到eho这个词 你会看到 在它的词前面 有一个小小的信号 那这个信号呢 代表的就是 这里的二十是一个虚音二十 而一般的像 Iver还有Odell 这样的一些词呢 它前面是没有这个特殊的型号的 说明它就是一般的雅音二十 它是可以省音 也可以联颂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区别的一个方法了 所以大家在之后的学习当中啊 遇到二十打头的词呢 可以多留一个心眼 去记一下 它到底是雅音 还是虚音二十打头的 那么实际上 关于联音联颂 还有省音 这几个法语音当中的概念呢 我们是要到这一节课 才能完整的把它学习到的 所以在今天节课的最后呢 我们还是再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这三个语音概念 它们分别指的什么 老师也会给大家点出当中 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第一个是省音 我们来结合今天学到的内容 复习一下它的概念 它指的呢 是法语当中少数以原音字母结尾的 单音节词 那这些词呢 常见的有这个 re le me 等等 讲的一些单音节词 它常常会和下一个单词的 词首原音 包括雅音二十后面的原音 和它们结合 读成一个音节 而省去词墨的原音字母 这个省去的字母呢 就用一个小小的撇 我们叫做省文撇来代替 这种现象就是声音 那我们常见的集中声音的方式 比如说je le me 里面只有一个声音 me和a belle中间 声音连在立起 还有呢 我们今天看到的 Liver 冬天 那有些同学呢 又比较着急的想知道 到底哪一些单音节词 他们是会和后面的单词 发生声音的现象的呢 这一点老师在现在 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先记着几个 最简单的就可以了 像je le me这样的 至于后面的一些呢 留你老师觉得呢 我现在告诉大家了 可能大家也不知道 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也不知道他们在句子当中 到底是怎么用的 所以呢 现在没有必要 给大家这么大的负担 就把它们背下来 实际上呢 在我们进入初级发语阶段的学习以后 很快就会认识这些单词了 那用多了呢 以后你们再看到他 真的是想不省音 你都难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先不用着急 先记着几个最常见的就可以了 这个是省音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连诵了 连诵呢 那指的是在发语句子当中 有时候连在一起的两个词 如果前一个词 以不发音的福音字母结尾 后一个词 以原音字母或雅音二十开头的时候 那前一个词的词末 幅字母就会有冒出来发音了 并且和后面的原音 共同组成一个音节 这个地方呢 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 在连诵的概念当中 强调的是字母的概念 如果前一次 以不发音的福音字母结尾 后一次以原音字母 或者雅音二十 那雅音二十也是一个字母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连诵当中呢 它是看字母的 而之后我们讲到的连音当中呢 它则是看音速的 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前一个单词 最后的福音音速 和后一个单词开头的原音音速 连在一起而已 那个叫连音 对不对 因此连诵是看字母 连音是看音速 这一点呢 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那这里呢 和沈音当中一样 我们说连诵并不是所有情况下 都会连诵的 它是有可连可不连的情况 也有前后两个词 就算它们符合连诵的标准 也不能连诵的情况 那这些情况都是怎样的呢 这一类的就可以了 那如果有些同学 真的是非常想知道呢 其实在我们互相发语的频道当中 有专门那篇帖子 是来讲这个连诵的规则的 大家如果觉得学有余力 可以记住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课后自己去研究一下 那我们在课上就不讲了 来做个小练习 巩固一下新学的内容哦 哦啦啦 c'est bon de rien de rien bon anniversaire bon anniversaire bon anniversaire 好那关于连音连诵呢 我们在后面又学到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在连诵当中的变音的情况 这一点我们在今天的课上 也给大家一起来总结了 连诵当中的变音 其中包括一个连音当中的变音 never nevon 这些点呢 大家也是需要掌握的 bon 那通过这一节课的学习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了一下 最后的几个常见的字母组合 还一起整理了 关于整音连音连诵 这几个法语当中常见的语音现象 当然啦 也给大家补充了 关于字母二十 雅音二十和虚音二十的区别 到这里呢 我们整个的第二板块 法语的拼读规律呢 就可以算是圆满的完成了 而在下一节课当中呢 刘尼老师将会化身导游 带着大家一起去逛商场 在商场里啊 我们知道有很多法国品牌 或者起了法国名字的品牌 那我们不妨就用这些品牌的名字 来做一个检验 检验大家在这第二板块 也就是拼读板块当中的学习 所以下节课呢 我们就要自己试着去拼读 那些品牌的名字了 好那今天这节课的最后呢 老师再给大家推荐一首 非常轻柔 非常好听的法语歌曲 也是来自 雷老师非常喜欢的 组合胡椒月亮 涉骨的宁静一角 那在这首歌里面呢 有法式相送的舒缓 也带着这么一点点 日语歌曲的清新 我本人呢 非常的喜欢这首歌 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在欣赏之前 老师提醒大家注意一点 Tongil安静这个词 也是一个特例哦 不是Tongil 而是Tongil 好了 最后就一起来听歌吧 J'aime ça J'aime être ça Un coin tranquille à Shibuya Une colomb à Guernica J'aime être ça Un bel été en Alaska Un peu de courbe dans le droit Du vent contraire Qui relance Les dissidents Les balancels Une île de son Dans le silence Une île de rêve Dans le réel Une île de rêve Dans le réel J'aime ça J'aime être ça Un coin tranquille à Shibuya Une colomb à Guernica J'aime être ça J'aime être ça Un bel été en Alaska Un peu de courbe dans le droit Quelque chose qui n'est pas à vendre Au beau milieu de la vitrine Quelque chose qui donne à comprendre Le point du Yang Le point du Yang au fond du Yin Le point du Yang au fond du Yin J'aime ça J'aime être ça J'aime être ça Un monastère à Ibiza J'aime être ça Un peu d'ombre à Esawidra Un peu de courbe dans le droit Et je me balade Contre Aix-en Dans vos jardins d'a priori Pendant que les marchands du temps Dans leur prison Meurent d'ennui Dans leur prison Meurent d'ennui J'aime ça J'aime être ça Un coin tranquille à Chibouya Une colombe à Guernica J'aime être ça Un bel été en Alaska Un peu de courbe Dans le droit J'aime être ça J'aime être ça J' Bluetooth Une colombe Une colombe à ним J'aime être ça